保护环境从小扎根 才能塑造爱护地球的孩子 但推动环保教育并不容易 老师自己做不是不可以 但是那种持久度很难 因为老师自己的工作还多 就是不喜欢环保 因为环保很麻烦 要分类也分类去 却有一群妈妈不继辛劳 愿意来助一臂之力 对于资源分类 我们也不是我们的专长 这艰难的任务 他们如何办到 从开始不懂什么叫做环保 不懂怎么做资源分类 一直到现在他们能够 很有条有序的 每一个步骤按部就绑的 然后用最短的时间完成 这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成长